上一集介绍了企业使用税收抵免可以获得高额的退税 那么至于我们个人节税的部分呢 怎么要透过购买年金来获得最高20%的红利呢 当时新闻跟华星保险联手合作的《我该怎么办》系列报道 特别请华星保险的专家向您来解说 是的 我也是想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 不管你是企业雇主或是你是个人 因为现在报税季节快到了 都应该要有一个IRA 因为有IRA的话可以替您节税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买IRA 可是你们可能参加的都是在银行的部分 那银行的部分的话利息非常的低 可能只有1%或是2%不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股票 那你又会觉得风险太高 你可能怕放进去的钱还来不及 就是这个股票上下的波动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倒不如把你的IRA用保险公司的形式来买 我们可以说叫做年金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又有利息又有红利 现在如果你开一个IRA 在保险公司下面 那基本上一开始就有4%到20%的红利 你可以拿 假设你今天放了1万块 马上你就会有多2000块的红利 在你的抗里面 而且这个费用将来都是你退休可以用的 现在又可以抵税 我可以收到百分钟了 我可以帮你收到一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